去年6月财政部长林冠英突然爆料 说我国自2015年以来 消费税制度中的194亿令吉净项税退款 大约有98%是不翼而飞的 那为了要将退款尽速的还给商家 他在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就指出 政府将会解决所有拖欠的370亿令吉退税的款项 包括180亿令吉所得税退税 还有190亿令吉的消费税退税 那只是呢必须要用10个月的时间分阶段去支付 没有办法一次过付清 来到今天林冠英在国会问答环节上就宣布 政府呢已经在今年的前面两个月 退回了第一笔的款项 我们现在来看一组国会快报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打组定的提问时指出 政府在今年首两个月已经退还了79亿令吉 给注册消费税的公司和纳税人 而这些钱都是来自国家石油支付的特别股息 另外针对首相马哈迪决定 让前元老理事会主席敦达因与中国重新谈判 东海岸铁路计划一事 林冠英今天在记者会上被媒体询问 没被委任的感受 而他则微笑表示 谈判合约是一份全职工作 而敦达因是最佳人选 当时我选择 我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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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返回到 北京 北京 北京是7、8 jam 并不是 Singapura Singapura 1 jam tak sampai boleh sampai ini 7 jam 北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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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